不要两个人缺点寂寞 不要谁为了谁被招 其实突然是一个感觉 就是那种解放的 就是一种解放的 鱼头 回过来 很好 很好 大概1分30分钟 好吧 好 看看我们就对准 好 OK 想看啊 我们先 面疆的情绪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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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酸烂我 活在爱情里 纵然是虚构 不要两个人缺点寂寞 不要谁为了谁被折磨 把爱情动机就是我们最好结果 谢谢你给我伤害太多 谢谢你陪我错过美梦 遇见你之前我没想过 别啥 听说只要一分钟 两个人就能放弃所有 原来真的没错 若让你爱我这一次 如果不是我們愛錯 時間再給兩分鐘 我們是誰還會有 這整首我覺得她對我來講 其實是很personal 就是她很自己的故事 她針對的其實是每個女生 一定都有建立過我 一模一樣的心情 所以這首歌希望大家 還是要去愛 勇敢的去愛 那為什麼要 我的喜欢啊 好来 我这边稍微了 谢谢导演 当初的时候收到这首歌 大概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情 那时候就非常喜欢这个旋律 本身demo就让我很有感觉 所以那时候我就好不犹豫的 立刻把它收下来 那重复的一句聆听 就一直去感受这首歌 应该有的感觉跟故事 在发想词的时候 那个故事就是 是从一个很大的爱情观里面 然后去把它浓缩到 非常的私人 浓缩到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爱 到底有没有错这件事情 我该爱还是不该爱 所以那时候觉得 好像我们都会遇到一些 自己觉得好像很适合的爱 但是有时候又觉得 好像又犯了错 那到底是不是应该去爱 它针对的其实是 每个女生一定都有经历过我 一模一样的心情 所以这首词还有整个编曲 其实都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 我跟你们一样都经历过 到底爱有没有错 然后对这人的爱是不是有错 或是自己是不是犯错 不应该爱 但是还是最终 这首歌希望大家还是要去爱 勇敢地去爱 就是你对他爱觉得没有错 但是 不见得 结果是我们想要的 当初在唱爱没有错的时候 柯桂敏老师的制作人 跟我原本练习想唱的方法 是完全不一样 第一次其实录音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刚好 那时候脚伤 脚痛得非常严重 所以我练了好几个乐的方式 跟表情 声音 咬字 全部东西都不可以 都不OK 然后自己也觉得很糟糕 就是 就是不对 所以就 变成今年 那今年录的时候 我们全部唱都是用一个 我们要的感觉 结果柯老师全改 改成他要的感觉 他要的 沧桑感 跟声音那个红亮的那个 后面的厚度 以及要有点歇斯底里的那种 发音表情的感觉 还有本来我要唱很圆润的声音 他都不要 他都是要有点 撕裂的 然后 有点 无助的 尖叫的 渴求 被救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回到 很空灵 觉得就是 自己好像没有错 但是其实自己好像有点疯了 有点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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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就是 当然词就是我一起发想这样子 然后从我身上的故事 跟我看到的一些故事 大家去发想出来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录完一首歌都觉得 哪里少了什么 好像可以更好 不想去想这一个问题 重点它是很真实的 它是很有感情的 在里面 然后它真的是 用爱去唱 身体的状态是非常的不OK 因为连续工作很多天 然后我自己本身 髋关节也还没好 完全好 因为从受伤 受伤是去年六月多 到现在 我没有走 用腿 用这么多过 然后走这么多的路 也要穿高跟鞋拍照 又要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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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个人是体力透支 然后全身无力 灵魂出窍 双脚痛 指痛要吃了大概十倍 所以觉得自己有点在胡言乱语 但是就是尽全力 都累啊 但是可是值得的 每次都是这样子啊 做完就觉得很值得 在做的时候 做之前就觉得很想揍人 这样子 还没开机的时候就是这样 一开机就这样 就是马上恢复 那加上因为我脸之前的伤 我的收养的流量犬要伤 所以有些表情就是脸 右边还是没有完全恢复 还有很多疤痕 所以自己就是在拍 还会自己尽量去逼一些角度 尽量就是 那跟后期有一些漂亮的表情 可能要再去修这个疤 所以我觉得很顺利很顺利 很开心 而且好久没有拍音乐视频 所以觉得真的很开心 好 收工 耶 好 谢谢 谢谢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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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idea